不打擊的 但是只有在兩個聯盟對抗的時候呢 到這個中央聯盟這邊的球場 要按他們的規矩 所以投手要打擊 投手要打擊 我們看看他這個不常打擊以後 有沒有退步 根本都可以說不拿棒子的 在西武這邊是關鍊球 想要短打 尽量想辦法用短打 反正打可能也打不到 不過現在的情況很好 因為現在跑者有兩個人在雷 那麼沒有人出局 所以郭太元如果能夠短打成功的話呢 對他的隊友很有幫助 而且還可能得分 所以他並不要打一個很好的安打 所以郭太元只要能夠打出一個犧牲短打很成功 落點很好 就算是達到目的 他開始就已經拿這個棒了 我就是要出局短打 擺明姿態要做短打很有意思 因為現在穿白衣服的中日隊只領先兩分 而現在這一局裡面已經被西武攻進一分 所以現在是三比一的狀況 而穿藍色球衣的西武隊沒有人出局 所以狀況很好 說不定這一局裡面可以扳平都不一定 所以兩邊都很緊張很有意思 在這邊來講 不要講這個太平洋聯盟 中央聯盟這邊的投手如果上來打擊 被三政好像很不稀奇 好像是很應該的 特別是郭太元這邊太平洋聯盟 根本沒有打擊 這局還是太低了 連三個壞球 因為他做出那個短打的樣子 使這個穿白衣服的中日的投手 這個小松受到影響你知道嗎 因為你投稍微高一點球 他短打就可以打得到 事實上稍微這個好球一點 球速快點 郭太元可能就看也看不準 但是連續投三個壞球 小松自己也很好 因為他稍微投高的話 打這個西武隊很容易打 所以他心裡受到很大的影響 因為沒有人出局 壘上有兩個跑者 所以這位穿白衣服的小松 面對郭太元還是很緊張 我們看 好的 他也不出棒 因為他連續好幾個壞球 所以郭太元根本就不想打這個球 剛剛在三壘的這個教練 指導教練可能叫他再等再等 投手對投手非常有意思 我們再看下面這支球 還是做短打的樣子 欸 點成了界外 沒有點成 點成界外 所以現在的球數已經變成兩好三壞了 那這個球再怎麼樣逼成郭太元呢 不打都不行的 如果好球的話 那麼在小松這邊來講 根本不能投壞球 所以他必須要想辦法投壞一個好球 來投手對投手 對啊 如果投壞球就變成了 失壞球了 蠻壘了 就變成蠻壘 所以下面這個球一定要投好球 他一定要打 他要給他打到了 打成了優壞也安打 落得也很好 打成了安打意外的很 我們現在看一東跑到了三壘 你看他的球對大家看 蠻壘 都很欣賞 西武的人覺得好驚異 因為這個很少打擊的 這個懵 這個打擊的姿勢也不太對 對 有意思 好像是掃把這樣掃到一樣 而且落得也太好了 這個球真是 好 由於這個 郭太元的這個 精彩的安打呢 一再重播 因為這個太難得了 滿壘了 現在穿藍衣服的西武滿壘 自己在衣壘上 想一想怎麼會安打 你看現在鏡頭 心也好像很不高興 這個小送 這種情況就變成 這個中日隊很難過了 西武穿藍顏色球衣的滿壘 那麼現在是3比1 這個白隊領先藍隊只有2分 但是藍隊沒有人出局 所以西武有很好的機會 打擊輪到背號24號的平野籤 他是中日隊今年過來的 換球員換過來的 他只要打好的犧牲打 跟安打都可以得分 都可以得分 所以局面蠻緊張的 好球 小松 這一位白隊中日隊的投手 還是不愧是王牌投手 所以非常鎮定 在這種這個滿壘 對方沒有人出局狀況之下 碰到一壘一棒的打折呢 還是很鎮定 好球 而且現在是沒有人出局 對沒有人出局 這球高了一點 一好一壞 這個局面等於被郭太元腳壞掉 如果說不滿壘一人出局 這種情況在防守還好一點 再一次看看一二三壘都有這個西武隊隊員 再壘一壘是郭太元 打擊是平野籤 他的平均打擊在三成左右 今年有四十六個打點 有打擊出去 果然高打點 安打 左外野方向 回來 伊東勤得分 西武高興得不得了 再回來得到伊東勤的一分 變成了三比二 中日隊之領先 這個球打得漂亮 及時的打點 所以 再看一看 所以只得 再得一分三比二 中日隊只領先一分球了 只領先一分球了 那麼這一局後面兩個打者呢 一個被接 兩個都被接殺 所以我們不給各位介紹了 那麼 總共得了三分 打成了三比三平手 第七局前半的比賽 由西武隊來進攻 首先上來的又是這個郭太元 郭太元 剛剛他打得不錯 所以我們現在把他的部分保留 來給各位介紹一下 他第二 第三次上來打擊 他第一次呢 他曾經是一個短打被接殺 第二次是安打 現在是第三次上來 這個球他認為低了 所以沒有出棒 那麼頭球給他打的是小松 現在比數應該是三比三 三比三 對 誒 又被他蒙到 哎呀 還是很遠的 哇 差一點打拳 沒打過太遠 二雷安打 二雷安打 所以在這場比賽很有意思啊 這個你剛才有一點戲劇化 他自己大概都覺得很高興啊 因為這個他在這個太平洋聯盟打球的時候 是很少打擊的投手 根本不打擊的 有這個機會到總冠軍比賽的時候 而且要在中央聯盟的球場 才要按照中央聯盟的規矩來打 對 事實上像小松這樣 這個投球啊 坦白講這個球也沒有什麼 不必什麼變化 反而被郭太遠蒙上 因為對你好像是不太會打的 他要投好球 由於這個郭太遠兩次上來 兩次擊出安打 所以現在我們看中日球團呢 這個跑來跟小松商量一下 石田 石田 這是打擊教練 不是這個投手教練 投手教練 投手教練 現在在問小松 好像又要換 要換這個投手的樣子 來 郭... 郭元智來了 所以現在真正的兩國對決了 兩國對決 郭元智擔任救援投手 因為現在打到七局前半是三比三平手 所以這個時候是需要有一個 強而有力的投手來擔任救援的工作 對 原來新野他的安排 原來是想辦法讓他 因為他出來投手這一天 他還有一點感冒 原來想要讓他明天休息一天 後天在西武球場比賽的時候讓他出來 但是現在逼不...沒辦法了 對 可能你講的對 因為剛才中日隊有兩個熱身的這個投手 在旁邊投手都沒有三十三號的郭元智 那現在是因為沒有辦法情況很危急 因為打成三比三被這個西武逼成了這個三比三平手 這是冠軍戰七場比賽裡面的第二戰 第一戰的時候西武已經是五比一擊敗了這個中日 對 所以這個第二戰呢 是不能再輸 輸的話這個中日的前途很暗淡 所以在這種狀況下三比三 這個中日的新野監督 趕快把救援王郭元智請上來 那麼郭元智大家知道在今年的這個球局 可以說整個日本職棒空房了 他不但得到中央聯盟的最有價值權 而且還兩項這個紀錄 破了這個日本紀錄 一個是救援加勝利投手44場 那麼一個是單次這個救援成功的37場 這兩項都刷新了今年日本職棒的紀錄 現在就是要給各位看的兩國對決 兩個我們中華民國非常優秀的這個投手 終於在日本的這個職業比賽的總冠軍 爭奪戰裡面分別出場 那麼各位可以看他們的這個背衣 他們的名字都是卡庫 兩國 郭元智是前輩了 那麼郭太元是 郭太元是第四年是不是 第四年 那麼郭元智是第八年了 好 現在完全這個兩大日本職業聯盟的冠軍球隊 看兩位中華民國的這個投手來表演 投手對投手這個在日本職棒這個是第二次 第一次啊 這個是在1964年的時候有過一次 那麼接下來輪到的打者應該是西武隊的第一棒 平野籤24號 剛剛這個郭元智牽制一下 讓他嚇一下 那麼平野籤 剛剛上來曾經有安打 現在想用短打 投手郭元智一上來 就發揮威力 拿到這個犧牲短打的球 傳給一壘封殺了打者平野籤 那麼這個是犧牲短打 把這個郭太元送上到三壘去了 好 現在就要看這個郭元智投球能不能夠 不讓這個郭太元有得分的機會 郭太元在三壘 打擊輪到西武隊的第二棒 背號25號的安部里 那麼安部今年的平均打擊是兩成六左右 今年的球季裡面有八支拳壘打 打點有49相當好的 還不錯 相當好的一位選手 看郭元智如何來對付他 好球 從這個球的這個看起來弧度啊 很漂亮 我們看這個西武這個教練 跑壘的教練做各種的sign 安部他的年薪一千兩百六十萬 這球外角壞球 看樣子這一位郭啊 郭元智 這個神情比較輕鬆 大鍋 對 大鍋比較輕鬆一點啊 小鍋比較嚴肅一點 不過現在是三比三啊 而且壘上 山壘上有跑者 有郭太元 對 郭太元 有小鍋在啊 所以這個要特別小心 被他打中 不過很快接到彩壘 這個彩壘的是力浪 不是 彩壘的是落合 手一壘的落合 直接把他封殺 所以這個郭太元還是沒有機會 回到本壘 那麼現在已經這個兩人出局了 兩人出局了 接下來的打者是赫赫有名西武隊的秋山姓二 秋山今年的打擊接近三成 兩成九二 拳壘打三十八支 打點一百零三 他是去年的這個太平洋裡面拳壘打王 有四十三支 今年稍微退了一點 所以我們看到這個郭元智 特別小心投出好球 面對三棒西武的這個強打者 秋山 秋山年薪五千四百萬 高所得啊 十八年了 相當的高 這一球稍微外角了一點點 外角一點點 像這個這一局如果說這一分得的話 那這個 西武士氣大陣 責任四分應該算是小松 不是他 不是大光 因為已經他上來的時候已經有安打在上來 對 好 好球 好球 連續好球 是這個西武的這個兩出局之後 輪到強棒秋山的打擊 能不能夠送小郭回來得分 就要看大郭下面這支球 看大郭下面這支球 王對王 強打者遇到救援王 打擊出去 有幾手 封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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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果沒有得分 所以郭太元也沒有辦法回來得分 所以結束這個七局前半 還是三比三 對 中日跟西武 暫時打成平手 一位被郭太元三陣 第二位是捕手前的一個短打被傳到一壘封殺 所以這一位中村武之是第三棒 第三位上來打 他是第八棒 第三位上來打擊 打了一個漂亮的中外野的安打 他是中日隊的捕手 也就今年表現非常好 算是新人 接下來的打擊非常有意思了 是中日的這個郭元智上來要打球 那麼投球給他的是郭太元 小郭投給大郭打 兩位這個真正的對決 這個賽 我們在日本職棒來講 可以說沒有這樣的一個紀錄 就是卡庫來投 卡庫來打 因為在太平洋聯盟 莊勝雄他也是投手 他們不打擊的 所以他們永遠碰不到 那麼投手對投手的打擊這種 可以說在中央聯盟也不可能發生 因為這個郭元智他是投手 那麼巨人隊的他是外野手 那個李明智 好 現在是第一次揮棒 郭元智揮棒落空 不過在今天的打擊方面 我們剛才介紹了郭太元 兩次打擊都是安打 我們看看我們的這個大郭能不能夠 也擊出這個安打 但是他的投手是郭太元 生舌頭是他的習慣 現在喜歡生舌頭 哎呀 第二次揮棒落空 第二次揮棒落空 郭元智在今年有一場在對這個巨人隊的比賽 這延長賽 他打了一個兩分的這個再見安打 再見安打 再見安打 好 我們現在看下面這個球很重要了 已經兩好球了 小郭打給大郭來打 打中了 哎 落點不好 三雷總 三雷總 傳一雷 結果封殺了郭元智 而結束了第七局後半 沒有得分 還是三比三 那麼穿藍色球衣的西武隊 呃 跟穿白色球衣的中日隊 現在打成三比三的這個平手 接著要看第八局的比賽了 上半 西武隊先攻 首先上來的是 第四棒清源和博 打機有兩成六左右 兩成六 今年打點八十三 清源和博跟這個巨人隊的投手三天 他們兩個人在高中時代 在三年前 呃 甲子園的這個 哇 那很 很 很轟動 今年清源在拳隊打數目是二十九 所以還是非常厲害的 第四棒 打中 哎呀 結果落點不好 二雷手傳給一臉封殺了清源和博 今年的這個 全雷打有二十九 八點八十三 還是不錯的選手 接下來是赫赫有名的 西武隊的時髦紅點 時髦紅點八千萬的年薪 高所得的這個選手 全日本 就是他第二位了 原來第二位是東偉修 他們這個 呃 西武隊的頭子 但是因為東偉修 呃 這個 被判麻將事件啊 今年降了 那麼 時髦他哪個去年的 太平洋裡面最有價值的球員 今年我們這個 郭源志也是當選為這個 最有價值球員 年薪的 揮棒落空 時髦紅點 而且這個 你剛才講的這個 八千萬的這個時髦紅點的年薪 這個 下一個年度郭源志就會超過他了 年薪 應該會超過了 估計下一年這個郭 郭源志應該有九千 或者一億多的 揮棒落空啊 這個西武的強棒 時髦紅點 被救援王 郭源志 把他三陣掉 我們來看看 三陣 三陣的慢動作 漂亮 再一次看看 時髦 很用力 帽子都大掉了 帽子都掉了 再看一個鏡頭 外角球 好 現在已經 第八局兩處局了 接下來是第六棒 這個洋將 巴克里歐 打擊有兩成七左右 巴克里歐 他今年還不錯 兩成六九 是排名第二十一 在太平洋聯盟 揮棒 落空 郭源志要小心啊 他有三十八支的權力打 是太平洋聯盟排名第二 對 今年這一位 巴克里歐 三十八支的權力打 相當的高 打點有九十個 而且現在是三比三的這個 緊要的關頭 三比三的時候 內角 壞球 現在輸贏對郭源志都有關係 贏了 就是勝利頭輸了 勝利頭輸了 他就是敗戰投手 對 這兩邊這個投手啊 我發現郭太元啊 也是有這個土大器這樣 然後他也有 這個這個大郭也有 兩個人 那郭太元他是要投以前 一定要手 一定要去摸 球帽 揮棒 落空 洋將 巴克里歐 郭源志是習慣 伸舌頭 有時候他投球的時候 舌頭都要伸出來 是不是 不曉得是習慣還是怎麼樣 牙齒萬一去咬到怎麼辦 三振了 洋將 巴克里歐 所以現在為止 西武跟中日 還是打成三比三平手 救援王郭源志 不負眾望 沒有讓西武得分 太平洋聯盟的冠軍 總決戰的第二場比賽 第一場比賽的時候呢 是西武獲勝 現在呢 穿白衣服的這個中日呢 這一場球呢 寄望在這一局的攻擊裡面 一上來 第一棒 燕野立勝 他很高 但是 結果被截殺 被截殺 被截殺 那麼投球給他的就是郭太元 如果中日 這一場比賽能夠贏的話呢 那雙方才能夠在前兩戰保持1比1 同時這兩場都在鳴鼓 這兩場打完了 下一場是跑到 第三場要移到西武的決場 對 所以中日隊這一場 再怎麼樣想不好 都要贏回面子 第二棒 地浪合一 好球 這個 內角好球 你看 他也是鼓了一口氣要吐出來 這個 總是希望郭太元能夠身體重再重一點 看起來不要這樣擔保 打擊出去 右外野安打 右外野安打 這個安打落得非常好 所以有時候不一定是可以常辦 這個 就是中日隊的喇喇隊 哇 好漂亮 剛好可以越過防守的這個手套 力浪合一 力浪他是剛剛講的 跟這個清源 他們是PL學院 在日本來講高中PL學院 非常有名 好 現在一出局 中日隊站上了一壘 現在 如果郭太元被攻進一分的話 那麼西武就情況比較危急 這場比賽 現在清源監督他自己 你看很嚴肅 很嚴肅 很嚴肅 因為這是總冠軍爭奪戰 接下來是川佑 川佑剛才曾經打出一個全壘打 在第三局後半的時候 所以郭太元要特別的小心 川佑 川佑 這個比賽 現在好像這個 中日隊的守備教練 這位守備教練是陳復澤文 在跟伊蕾沈講 是不是他這個郭太元的簽字 有沒有投手犯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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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犯規 你心裡現在還不出去 我這種有時候也是心理作戰 為這個鬥理讓你 剛才就是兩個人爭這個 但是沒有犯規 現在繼續要比賽 川佑米粒 再看一次 穿佑米粒 兩千兩百萬的年薪 那麼兩邊的教練年薪差不多 這個在白隊 中日隊方面 薪也是五千五百萬 那麼在西五方面呢 是四千七百萬 不過最近這個十年來啊 西五這個球隊的成績 實在是驚人 對 他十年拿過六年的這個 太平洋日本冠軍 其中五次是全日本的總冠軍 全日本總冠軍 相當的 了不起 所以目前當然巨人隊的王真智 退下來之後 現在兩個最有名的 也就是這兩位監督 一個是摩嶺 一個是這個新野 全右的打擊 被打中 哎呀這個安打 是太寶貴了 這個安打太寶貴了 現在一個在三壘 一個在二壘 這是一個二壘的安打 那這個對郭太元來講 是一個很大的一個考驗 因為現在是三比三啊 八局的下半 好 這個地方要給各位解釋一下啊 在前面有一棒呢 是洛河強打者 對 剛才在撥慢動作的時候 他被四壞球保中 對對 那現在接下來的這個是余野勝 余野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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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朕中 五出身球幾進一分 這是在日本職棒 第一個人 出身球 那麼現在平手的局面已經被打破了 由於郭太元 第一次四壞球保送了这个洛河波满不稳定 第二次现在又用出身球打中了余野胜 所以奉送给中日队一分 那么在台面上看起来穿白队的中日队还是蛮累 还是蛮累 但是呢分数已经是4比3 中日队开始领先这个西五队了 那么这个球根据这个资料里面讲 它是140时速140公里 达到的确实非常的痛 现在满垒接下来轮到第六棒仁春 仁春这是那个弟弟 仁春弟弟 还有一个哥哥仁春勋 两个人都在同一队 差两岁 两个人同样是东洋大学比赛 这是仁春策 所以日本的报件就不称他做仁春策 称他叫仁春弟 那个是仁春勋 另外那是仁春勋是哥哥 哥哥年薪比弟弟低 弟弟赚的钱比哥哥高 哥哥今年从巨人队过来的 仁春弟现在是1600万人 他哥哥才750 仁春这个球打成界外高飞 那么现在的状况是一出局满垒 所以依照这个情况来讲 中日队有很好的机会 可以击败西武 这是这两队争夺总冠军的第二场比赛 如果赢的话 双方一比一 所以这场比赛对于穿白衣服的中日来讲 意义特别的大 同时是在自己的球场打球 这是在明古屋的这个中日球场在打 中日是中部日本的意思 因为明古屋位于中部日本 连了保送两个 所以 成功的牺牲打 这个短打很突然 在满垒情况之下 短打要很有把握 否则的话 你一传回本垒 不必他去 不必去出身 就可以把他这个出局了 点得非常的好 结果这个仁春的成功的牺牲打 把自己牺牲了 把原先在三垒上的穿右米粒 送回来再得一分 所以观众兴奋得不得了 两出局了 我们来看看这个点球 这本来有一点点要向外角飘的 被他点中了 而且很漂亮 这个落点非常的好 两出局 但是二三垒还有人 我们从这个镜头上 二三垒还有人 接下来因重症的打击 那么现在是应该是五比三了 对 对对五比三 所以这场比赛如果赢的话 那个鱼也胜是胜利打点 那么这个就是我刚刚讲了 日本的这个日本职棒池上 第一个满垒出身球的胜利打点 这是鱼也 我们从这个棒球里面可以看出很多在统计上面所得到的乐趣 对 好 这个因重症两个球都打成界外 所以现在已经是良好球的局面了 事实上在日本职棒来讲 有很多他们目标都是对准他们的所有的各项记录 像这个郭太元现在目前保持有一个时速156公里的这个日本记录 现在没有人能够破它 因重症这个打击两成二左右 两成二左右 不过他是打过这个社会主 新日铁的球队 现在应该是满球数了 应该是良好三坏的局面 这个一直做深呼吸 吐大气 我们来看啊 因重症如果祭出安打还能给白队得分 所以郭太元现在非常非常的小心 一直看着背后二壘跟三壘上中日队的队员 有两位跑者在 新日铁四十一岁看起来很年轻 潇洒啊 以前他也是投手 对 打击出去 满打又得分 得两个 落合回来得分 另外再回来得分的是鱼野 落合波买回来得分鱼野再回来得分 7比3 这个安打这个 在跑者来讲他判断力很长 否则那从二壘上这种情况 奔回本也第二分啊 是不容易的 他已经看了看准一定是安打才跑 这一局可以说是西武的一个小郭 郭太元最难过的一局了 我看就是刚刚那个触身球很关键 不是他是先保送了落合四坏球 心情已经不好 然后又丢了一个触身球 所以这个情绪大坏 然后连连的被击出了安打 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呢 穿白色球衣的中日队 已经是7比3领先 现在已经把郭太元放下来了 现在上来的救援投手是三根 三根和夫 33岁12年的出名 那么在这种记录的话 如果穿蓝队的这个新上来的投手 没有办法搬回的话 那么郭太元就是战败投手 对 败战投手 记录上是败战投手 17号 来担任救援的是三根 右手投球 那么郭太元 今年整个来讲表现相当不错 在正式的球季里面 他是13胜3负一个救援成功 那么他去年也是13胜 但是去年是4败 所以他今天拿到胜率投手王 胜率投手王 他4400万的年薪 现在因为最近开始已经在签约年薪了 能不能达到7000万 这个应该可以 应该可以 来 我们现在来看这个西吴 在郭太元不很稳定的状况之下呢 换上了三根 换上了三根 身材不错 三根 他第一次 他虽然12年的球领 第一次在总冠军赛上场 他的记录是这样 那么过去 他这个 这个在西吴队来讲 他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救援的这种后继的徒手 现在在壘上 还有40号阴重镇在一壘 那么比数已经7 7比3 接下来是轮到中春舞制 中春是中日队的捕手 非常的精明 我们这次在台北的时候 也看过他担任捕手的时候 他全球到这个二壘 去这个刺杀这个盗壘的人啊 都传的那个机会 非常非常的好 就是这位中春的捕手 现在他要打击 对 现在应该是7比3了 7比3 对 两人出局 三根第一球是外角的坏球 现在两个人出局 一壘有阴重镇 40号 三根 西吴救援投手 这个球 使得 盗壘成功 哎呦 这个中日队现在7比3的状况之下 两人出局 还是咄咄逼人 从一壘又跑向了二壘 我们来看 开始盗壘 哇 这个跳起来 C5的捕手传球 一东琴也是穿得恰到时候 很快就就传出来 现在我们看40号在二壘 三个人形成一支线 40号 投手 打者 捕手 都在这个镜头里头 打击出去 哎呀 是一个高飞球 看样子不妙 在二壘 二壘手 接杀 因此结束了 第八局 三人出局 结束第八局 7比3 穿白色球衣的中日队 终于领先4分 上半的进攻 如果能够扳回4分的话 情况还是大有可为 不过 能不能够过 大锅投球之关 因为现在 白队中日队 如果要保持战独的话 就不能说让 这个分析 在最后的半期 然后就 还好 哇 整个这个波源 就是这个实力 在最后 要靠他来 这样子 还好 就算 胸也成熟的样子 因为得到4分了 可以把这次都吃到进去吗 而且这次郭元寺回台北 我觉得他在这个风度上 过去好的 很成熟 就是很稳健 但是坏性 良好良快 跟过去回来 不一样 现在 懂得好像很多 当然了 这个快 快做发发了 在明年三月 今天是他很正义的意思 在日本的地方 就是 所以说打地址是什么 这外 还得趁着打 有惊无险 打地址还是 27号的 一队 二队 一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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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球 把一队 三阵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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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危机已经解除一大半了 而且没有灰瓣的 这个可证的 他这个球 真是威力很强 很强 你看他舌头伸出来了 很有意思啊 这些小动作 然后这个郭太元头球是一定要扶帽子 好现在这个西武九局前半的进攻已经一出局了啊 因此这个中日队 就是郭元智他们这一队呢 七比三 已经 呃 这个 胜利啊 在望 胜利在望 接下来的打者是 朱吉五号 前三次的打击 好像有两支安打啊 所以 要小心 對 外角坏球 朱吉五号 刚刚讲的他是日本通用队 啊 呃 有三十岁了 今年 他年薪 两千八百万 算是中上 中上 中上 这个球打成了 插棒球 通常日本職棒啊 他的球员呢 都有一个 每个月零用钱多少 那么他在三十万 这三十万可以说相当高 通常都在二十万左右 现在是朱吉继续打击 如果投一个好球的话 很可能 还是可以把朱吉呢 三振出局 对 非常紧张 果然 三振的朱吉 兩人出局了 胜利已经到手了 因为接下来 啊 最后一位打者 最后一位打者 这个 郭元智 这个在平手的时候 上来担任这个 呃 救援的工作 表现得相当的不错 从上一局到这一局 连续四个三振啊 威力相当的好 这次在台北啊 比赛的时候 第一仗的时候 他曾经使中华蓝队 三位上来三位下去 也是展现他的这个实力 那如果说这一 接下来这一位也是 呃 下去的话 那等于说 三局里面三上 都三上三下 三上三下 好 接下来的是一位 代打者叫做居齐 左手进攻 外角漂亮的好球 那个主审裁判 都非常的兴奋 哈哈哈哈 现在是7比3啊 好 穿白色球衣的这个 呃 郭元智他们这个中日队 领先 好 又打成界外 所以已经是良好球了 良好球 来 摩里很沉重 对 因为这是 落后四分 摩里是身 身子金 这个西武队的监督 西武 最后一位打者 现在还落后四分 所以我看这个 穿蓝色球衣 西武队比较 麻烦这一场球 好 这边的心 心野他是很兴奋 我是在心野 好 现在 呃 看到这个心野教练 已经很轻松了 那这边的这个 身教练很严肃 这个日本的电视转播 非常有意思 就是把两位教练的这个神情呢 在最后的时候做一个这个对比 狱骑代打者 现在已经良好球了 看如何打下面这支球 把它删震掉 这球打几支球 这个肯定讨厌 肯定讨厌 确讨厌